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吴京伤情报告曝光 全身缝合一百多针 硬汗 你太小看它了 六岁鼻梁断裂 十岁右臂骨折 十四岁下肢瘫痪 二十四岁扎伤右眼 三十二岁脑震荡 全身缝针高达一百多针 当这些伤病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并且登上热搜时 网友们都惊呆了 他就是吴京 从六岁到四十七岁 从功夫小子到铁血战狼 硬汗成了吴京抹不去的标签 大家感动着赞叹着 但是硬汗其实是吴京最微不足道的 能够成为国内影坛 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让无数网友交口称赞 吴京依靠的不仅仅是蒸蒸铁骨 还拥有四大隐藏天赋 天赋一 那些让你乐此不疲的痛苦 就拥抱他 在学习强国节目中 吴京和孩子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女生问 像流浪地球 战狼这样的电影 您拍过很多 相信在拍摄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留下很多伤痛 请问是怎样的力量或者信念 让您能够忍着这些伤痛 坚持完成拍摄 吴京的回答云淡风情 我是武术队出身 从小就受伤 伤痛对他而言 早就是家常便饭 现在他还是一个 能领残疾症的人 所以与其让他说什么信念 不如说 面对一个你喜欢 并一直想要继续下去的事业 你要学会去接受它 改变它 吴京出身武术世家 六岁就去了石刹海体校 成了李廉杰的师弟 八岁拿全国枪术队练冠军 十二岁随队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同年获得了全国武术比赛 拳枪刀冠军 就是这样一个天赋卓绝的孩子 十四岁那年 却被上天狠狠地踹了一脚 因为训练过猛 下肢受伤 宋七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父母 这孩子没救了 下半生估计在轮椅上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倔强的孩子 在医生和护士的注视下 一手扶着墙 一手扶着床 艰难却坚定地站了起来 两个月后 带着康复训练的满身伤痕 吴京重新回到了武术队 此后 年少时的这场大难不死 就成了吴京最好助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武侠风盛行 耳濡目染之下 吴京自然也对功夫片充满向往 起初凭借着良好的功夫底子 吴京在电视剧太极宗师 小李飞刀中大展拳脚 但是进入电影圈之后 他才发现 在成龙里连接 真子丹一手遮天的那些年 能够打出来的寥寥无几 好不容易得到杀破狼的客串机会 一句对白 四十五秒镜头 他和真子丹上阵真打 最后 真子丹打坏了四根棍子 吴京伤痕累累 受伤的时候 吴京不是没想过 就这么算了吧 但是 这个世界上 你想要某一样东西 不全力以赴 是得不到的 就像他说的那样 每个人内心都有属于自己的挣扎 我也是 当挣扎过后 能看清自己想要的 那是很幸运的事情 我的挣扎给予我的 是让我看清自己想要的路和生活 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绝对是最幸福的事情 当我们在荧幕上 惊呼吴京的精彩的打斗时 他已经无数次和伤病 甚至和死神交过手 战狼的大反派 弗兰克·格里罗说过 没见过吴京这样 不要命拍电影的 拍摄射击戏份 被碎石擦上眼睛 拍摄动作戏 被板块砸上手臂 威亚戏视拍过程 手腕被卷进铁链 戏还没杀清 腿部就经历了一场大手术 可就是这样一部 不要命的电影 不仅让功夫小子 吴京王者归来 更是开创了 主旋律电影的票房奇迹 痛苦不一定会让一个人成长 但是那些让你乐此不疲的痛苦 如果你学会了如何和他相处 那么将会是命运一生的馈赠 天赋二 真正能成事的人 看起来都有点傻 吴京的傻劲是圈内出了名的 一傻明明有舒适区不待 偏偏要去挑战 未可知 吴京的起点并不低 因为长相清秀 从进军武侠剧开始 他就是炙手可热的小生 虽然和自己的师兄李连杰 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在电视剧里 混个难一难二不成问题 但是他却想着再上一个台阶 2003年 29岁的吴京抛下一切去往香港 从零开始 此后就是漫长的低潮 他也曾失落彷徨 但是最终都化作了一句混不吝 两条腿扛一脑袋 到哪里也饿不死 二傻明明可以来假的 他凡事都要叫个真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吴京的那部 《我是特种兵》 也听说过为了拍戏 他受尽了苦头 但是你看过这张图吗 向吴京同志学习致敬 这不是什么电影镜头 而是货真驾驶某特战部队 对他发出的褒奖 某军武大V还给大家展示了 吴京训练视频 对于某些演员 差不多就行的任务 吴京却在军营足足待了18个月 早上五点半起床 打军体拳 占军资 7点45准时练枪 打完枪就练习攀登 每天下午 进行25公斤的负重爬山5公里 特种兵们要做的训练 他一样也不少 最后 不仅学会了各种军事技能 还创下了一些个人记录 到我临走的时候 我已经能背着65公斤原木 冲刺100米 接着背32公斤弹药箱 冲刺400米 并且比达标成绩快8秒 而这股较真的傻劲 吴京早就养成了习惯 战狼2开场的令人惊艳的6分钟水下打斗 原本是可以用替身完成的 吴京却选择了最难的拍摄手法 一镜到底 也就是说 必须他本人亲自上阵 还要在水下经历3分钟的臂气 但是水下打斗消耗体力 一个镜头拍完所有动作根本不行 所以他每天都在做B7练习 为了加快潜水速度 节省B7时间 他在跳船时 尝试在身上绑了数公斤千块 在水下与四个演员对打练习 有一次彩排时 他因枪水缺氧 体力透支 被千块带着急速下沉 还好 附近救生员发现异常 及时游过来拽住他 立刻塞上呼吸器 才救了他一条命 还有攀登者 电影开拍前 吴京就跑到了 零下30度的港式卡雪峰 适应低温环境 为此 他还专门去学了攀兵 怎么使用兵稿 怎样刨兵壁爬雪坡 腿伤没好利索 硬是带着甲板 拄着拐杖接着拍 有人劝他 别那么拼 他却说 要么就别做 要做就做好 三傻 看不到回报的事情 别人不愿意做 他砸锅卖铁偏要干 在开拍战狼时 吴京不止一次的听过这样一句话 小吴 人家现在喜欢的是花美男 暖男 大叔 你这种硬汉 是不会被喜欢的 战狼不会有市场的 于是便有了他和妻子谢南的那段经典对话 吴京说 如果这次赔了 那就是倾家荡产了 谢南说 只要你自己能接受失败 就算你倾家荡产 我养你 那时他们已经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果然是不进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两个傻子凑在一起了 结果呢 票房五亿 吴京到底没能捧起那碗软饭 事后有人问吴京是怎么做到的 有网友留言 他就是个傻子 傻傻地坚持了几十年 其实成功的道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拥挤 但是往上走的路 一定都是孤独又漫长的 你要相信 未来能让你热泪盈眶的 一定是那些你曾经不顾一切的日子 天赋三 正确的是非观决定了你所在的位置 网上有一个热门回答 一个人的是非观有多重要 很喜欢网友当下的幸福的答案 能分清善恶 有了敬畏之心 诸恶莫作 人生就不会犯大错 排队 等待枪毙的那个 永远不会有你 能找到正确的追求 就有了喜乐之体 众善奉行 本来迷失的生命 就有了方向感 每天喜滋滋的默默复出 夫妇何求 最近 有人翻出了吴京十五年前的一桩黑历史 2006年 吴京曾因酒驾被拘留 事实的真相是 那天吴京与朋友聚会喝了酒 本来已经叫了司机来接 那是因为停车位置挡住了酒吧门口 保安让他稍微挪下车 前后不到五米的距离 却被交警抓了个正着 知道自己犯错之后 吴京老老实实的接受了处罚 此后 对于安全驾驶这件事 吴京就再也没含糊过 一次 吴京被记者拍到和人当街发生争执 本以为又有啥黑料可挖 结果凑近一看 才发现 原来他在阻止朋友酒驾 后来 我们还在流浪地球里 听到了那句经典台词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战狼系列大伙食 曾有人在网上对他 你怎么打不死啊 主角光环太重了 吴京反问 美国电影《滴滴血》中 史太龙一个人横扫一个尸不死 就成英雄了 中国人打十几个雇佣兵就不行了 还有外国媒体发文称他的 战狼是爱国过于激进 吴京则义正言辞道 我是中国人 我不管你是谁 我爱国无罪 当有美国记者诱导他 谈论国家政策的时候 他回答道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 我无权干涉 中国想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爱国敬业友善的 这么一个国家而已 中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 谁来都可以把我们的国家给瓜分了 我们只是说希望保护我们自己 该有的我们有 不该有的我们也不要 就连硬汉人设 吴京其实也并不感冒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 关于受伤这事 大家老提 再提 我觉得就矫情了 作为一个动作演员 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这是我的道德操守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 如果一定要对此赞美的话 我只能说 我的底线高于某些人的理想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每个人的心中 都要有道清晰的界限 一个有是非观的人 必然在漫长的岁月中 不会迷失自己 走得更远 天赋四 世事沧桑 温柔和慈悲 是最好的回报 大家都知道 战狼系列是吴京的翻身杖 可你知道 战狼诞生的原因吗 2008年 被一些媒体评价为 打死也捧不红的吴京 好不容易成了电影 狼牙的男主 但是刚拍完戏的他 没有选择趁热打铁 而是在听到 汶川地震消息后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 扛物资 搭帐篷 但凡能出伤力的 他亦不容辞 据跟他一同参加救灾的人爆料 吴京当时被晒得脱了一层皮 因为水资源紧缺 他甚至在七天里 没刷牙没洗澡 把水让给妇女和孩子们使用 前不久 电影108上映 我们才知道 吴京不仅参与救助了108个 在地震中诞生的孩子 还收养了其中的两位 但是 这些我们鲜少听到吴京正面回应 倒是有一个情景 我们曾听他反复提及 他们穿的是破旧军装 浑身的臭味 睡在马路边 头枕着马路牙子 他们曾用身体当桥板 让老百姓从身上爬过去 在灾区和解放军战士们 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 成了吴京内心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群最可爱的人 后来就成了战狼的原型 国外有汤姆克鲁斯·史泰龙 阿诺德·史瓦辛格 咱中国荧幕上 也应该有这样的唇叶吗 何以百炼钢 化为绕纸柔 真正的硬汉 一定是温柔和慈悲的 在网络上 我们时不时的会看到 有人爆料吴京的善举 疫情期间捐款百万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在各个物资群忙碌 默默援助师聪孩子 隔几个月就给儿童基金会 发去善款 吴京在《流浪地球》里说 无论最终结果 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 我们选择希望 无论个人还是国家 什么才是我们的希望 无非世事沧桑 我们依然能保留那份 温柔和慈悲 2018年 美国评论媒体TC Candler 在微博上公布了亚太区 中国区最帅最美的100张面孔名单 吴京名列榜首 我想那些给吴京投票的人 一定不是因为他是硬汉 他也并非什么完美无缺的偶像 但是他的骨子里 刻着中华儿女 坚毅的血性和善良的天性 这样的血性和天性 希望我们都能拥有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次祝您晚安 感谢您的收听 明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